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施军事行动打击库尔德武装人员埃尔多安在发表讲话时说 美国曾承诺90天内库尔德武装人民保卫军YPG撤离 但他们没有撤离 恐怖组织在曼笔记挖壕沟 这意味着什么 他们正在给自己掘目 我们也将前往曼笔记 土耳其要做应做的事情 根据路线图 库尔德武装力量映彻住该市 因为土耳其认为 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 YPG是被土耳其所禁止的库尔德斯坦工人党的同谋 土耳其军人自6月18日开始在曼笔记地区进行巡逻 但雪利亚政府坚决反对美国和土耳其军队驻扎该地 雪利亚外交部趁曼笔记的这一情形 为法联合国决议 杨冰国评论 世界还没从美国牧师不论分款或神赖 土耳其就要宣布要对雪利亚那笔记动手 看似是无关紧要的问题 实际上是酝酿已久的矛盾 库尔德人始终是土耳其的先富大患 不但土耳其国内数量庞大的库族难以善了 伊拉克和雪利亚三国交接触的库尔德人几乎可以别偏城市 目前虽然没有明显的联手和比较大的动作 但是全世界都很清楚库尔德人的心思 9月17日是一个历史转折点 本来已经见把鲁章的伊德利 不省局势突然得到缓和 来了一个360度的大转弯 当世界都认为俄罗斯主导的雪利亚政府军对伊德利不少 这个最后的堡垒会来伊格雷顶打击时 所谢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做出重大让步 我在9月17日之后的几篇评论中指出 能让俄罗斯普京做出重大让步的原因就是 雪利亚并一个难点问题 就发拉底和东岸的库尔德人武装 从2015年之后 美国逐步加大了对库尔德人武装的支持力度 并且在2018年中宣布建立成建制3万人雪利亚边防军 这一决定不但遭到了雪利亚政府的反对 土耳其政府也被激怒了 2月土耳其军队越过伊德利不少 与土耳其边界 对盘局在阿富利镇的库尔德人武装展开赶赖之 军事行动 行动连续持续了两个月 最终在土耳其军队和其支持自由军武装打几下 库尔德人武装撤出埃弗林镇 值得注意的是 埃弗林战斗属于 雪利亚国内一个不小的转折点 不管是俄罗斯 雪利亚政府 还是库尔德人武装 在过去两年里 都属于打击伊斯兰国阵营 随之后伊斯兰国到来 各方之间暂时利益被终止 矛盾集中爆发 驻扎在阿富林地区的部分 俄军撤出 给土耳其扎出了道路 令库尔德人非常不满 虽然雪利亚政府做出了声明支持库尔德人 也做出要支援的态度 但最终没有俄罗斯的 点头 雪利亚政府就此作罢 联合国大会期间 雪利亚外长特意指出 雪利亚库尔德人地区 属于雪利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美制应该撤出 而且雪利亚政府 不会允许库尔德人地区 从雪利亚分离出去 并且威胁会使用武力 而俄罗斯在此时不断提高 指责美军在诱发拉底和东岸 建立独立政权的图谋 就在前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公开对这一问题 提出指责美国所作所为 不管是雪利亚政府 还是俄罗斯都在9月17日 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库尔德人地区 在这一问题上 不但符合雪利亚的利益 还拉来了一个强大的盟友 土耳其对于俄罗斯来说 理解土耳其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绝对是一件划算的买卖 和子烈潜艇原创作品 没有授权 不得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美国之间的关系